大家在逐利平安,感谢赞美主,那西方今天是星期日正月26号, 再一阵子就进入了星期一正月27号,那东方已经27号了, 感谢赞美主,大家继续努力,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好,那我们要记得永远的感恩,永远走正义路, 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要永远的爱神爱人。 好,那今天大家看了怎么利利先来这么多的照片, 哇,这个照片是今天的神迹, 现在给我一个蓝色的光上了一下,在我的左边那边, 一粒灯这样上了一下。 OK,是今天的奇迹,费神这些时候差不多两天一次, 最少两天一次一个奇迹。 好,那先讲回去,昨天25号看到那个卫生室, 对不对?我只照了一个照片, 其实开进去,我明天先给大家那个照片, 开进去是怎样的。 然后我刚才,我个女儿在这边就叫她帮忙我计算一下, 用电脑,不是,用这个iPhone怎样去算,就是14除去16.8, 然后一个5除去6。 刚刚好这两个是一样样的结果,那我明天再解释给大家, 真的,现在真的可以讲,使用这个卫生纸跟我们讲到时间,日子。 好,那今天这个神迹呢,是怎样呢? 我差不多是要煮饭的时间,我去厨房那边, 要去洗碗这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看地上, 其实通常我是不看的, 大家都知道我的眼睛不是很清楚, 看什么都是没用啦,尤其是这么小的, 哪里能够看到什么东西。 所以当时我的眼睛就像是地上看一下, 突然间看地上,怎么会有那个红色的光亮一下, 红色的光在地上亮,像灯一样亮一下, 然后继续看到亮亮亮亮的好多次。 那好多次。 我现在看,OK,那我就去, 怎样想就叫我先生快点拿那个电话给我来照相。 因为我很怕等一下不禁,因为太小, 到底是不是有东西啊? 还是只是光在那边。 那我先生结果就拿了一个电话来, 我就开始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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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了。 所以我先给大家最初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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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摸的时候就是没有摸到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太小了 大家差不多是0.3公分 OK 公分就是 是差不多3毫米 或者是0.3厘米 就是0.3cm or3mm 可以想象到比之前的更小 那是什么呢 好像半圆形 但是还不到半圆形 就好像半个月亮 还不到半个月亮 OK 然后如果没有发光的时候 会看到是红色的 然后它会变颜色 也会变成有些金色这些 所以我也先给大家那个照片 还有我的孙子刚刚好他也是楼下 那我就叫他替我拿起来 持起来我的手不能够拿到 因为太小了 然后我的孙子的手指是很小的 比较小 所以他能够替我拿上来 拿上来了之后 正面是红色 背后是银色 是银色是什么呢 就好像镜子这样 背后那边是银色的这样 那我就拿起来放在我的布纸的旁边 布纸上我就拿来照相 照相了那个银色就照出 其实看的时候也是变成黑色 到处来也是黑色 然后很多时候又变成红色 而且大家也没有看到下面的那个比较大力的 就是比较镜磨 他照的 那个红色是特别的红色 非常的清楚 那是我没有去动它了 我没有去动它 是银色的一面 背后的银色的一面 照出来是红色的 OK 然后还有各种的 还有一个 就是我没有去动它 是背后的 我就是在背后 因为前面的是红色的 我已经照了 在地上的时候已经照了 所以我拿上来的时候就照背后的 背后的 你拿下那个银色的 但是照出来 因为看到浅青色 然后里面还有灯 大家看清楚 这只是一粒而已 只是一片而已 没有两片 一样的 所以下面的三个图片 是背后的银色的一面照出来的 那上面是一个照片 就是正面的红色的那一面照出来的 OK 要记得只有3mm OK 毫米 只有3毫米 就是0.3公分 好 大家 神在跟我们讲说什么呢 大家如果看清楚那个图片 还有一个就是在5.35分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我画的14那边 当我已经伸过去我先生那边 然后我等下就会伸到大家那边 当我伸过去 然后我再把它要去看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好像天路 天路这个圆圈 圆圆圆圆 黑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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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楼梯 雅各的楼梯这样 当时是圆圈这样 所以就看到看到一下子两秒钟 有两秒钟这样 两三秒钟就不见了 两秒钟可以讲两秒钟 所以神就跟我们讲说 祂现在给大家看到了 就是可以说是新天新地过来的 过来的观之神 其实给我们 我们这个是有这个Poro Poro就是这个天路 就雅各的楼梯上去的 有雅各的楼梯上去 所以大家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还有一个呢 大家可以欣赏看那个灯 那个灯有一个是圆圈里面 又有中间是发亮的 好像白色的灯这样 还有旁边又有三立灯 又有一条红线 那边已经到红线后面 它就有一个段落这样 一个段落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到了后面 这个上去那红线这样各段 就是上去的时候了 所以 然后下面那个图片我画的是发光的 发亮的 好 那 还有一个我就先讲第16那边 16那边是 我是9点32 33分这样 我是眼镜张大大的 突然间看到墙壁上 有这个狼紫色的光 OK 它有一点点紫色是狼 所以我常常看到这很比较很深的颜色 看到了四方形 狼色 大多数都是狼色 带有一点紫色 是四方形的 大家知道最后是狼色的四方形 两个还有两个了 对不对 OK 所以刚才眼镜张大大的 看到一清二楚 是正四方形 正四方形 It's a square a bluish square 然后是在墙壁上看到的 就这样看墙壁的时候看到 那墙壁 on the wall on the wall 在荡语里第五章里面 有讲到在墙壁上 上帝写着在墙壁上 那墙壁上 他这件事情发生的很快 意思讲 这件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 因为荡语里 第五章里面 讲到这位玩 看到墙壁上神写着这个字 那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是很快几天里面就发生了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 比较紧张的 我先讲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今天没有读李命之良 因为眼睛很不舒服 眼睛 今天早上主有叫我跪下来 然后他跟我讲一些话 我知道他的意思说 叫我不要当心 当我眼睛很不好的时候 不用当心 OK 所以他给我们很多奇迹 在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 我相信他有他的旨意 一定也讲过了 我的眼睛就是一个 一个怎样讲 就是一个 提示了 说时间到哪里了 是不是要回家的时间 这样 好 那 我就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奔跑不放弃 所以我刚才有回去昨天 听到昨天讲到 现在真的非常好 今天奔跑不放弃 也是配合上帝 我们看到的奇迹 跟我们讲的话 就是我们不可以放弃 放弃就没有了 还有一个带大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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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vin upload 在YouTube里面 还有我希望 Kelvin 这些图片 十一张 再加下面的三张 这些图片 都放 都放在YouTube里面 好 神给我们每一天的 的 的 information 的图片 这些 我希望 Kelvin 全部都会放上去 放在YouTube里面 因为 神给我们 这么多的福祉 我们 神也要我们跟别人分享 大家看 第3那边 第3那边我是看到这样 下面也有其他数字 就是给我注意到17 然后旁边有两个方格 是8跟9 如果8加9的话就是17 17就是胜利 那9的意思是什么 9的意思就是总结局 就是到最后了 总结局了 然后上面8 8就是回家 总结局要回家 终点要回家 终于要回家了 OK两个加起来就是17 17就是得胜者 就是给得胜的人 得胜的人才能够回家 得胜的人才能够回家 还有第9那边 神就给我看到这个一排的字 大字人入口 这个口就是心天心地 哪一端这个走廊走过去 大字人都口吗 OK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很多人就会到心天心地哪一端呢 是不是吗 是吗 就问我这样 那我就祷告问主了 他就给我聪明智慧 他说 现在整个世界的人在等着背提的这一些人 等着背提 每一天 等着背提的基督徒 不是全部都会回去 大家 只有差不多30% 在等候的基督徒 整个世界 等候的基督徒只有30%能够回去 在这一次的背提当中 那如果其他的基督徒没有等候的 不相信的那些 那就不包挂了 就不包挂了 不相信也不准备的这些 根本就没有带着三件礼物 信心爱心与盼望 那在等候的人当中 有些也难度 只是说一定会背提的 凡是基督徒都会背提 知道 但是没有准备人的基督徒 也就不会背提 好像 现在灯 突然间亮起来 想起什么 突然间 就想起 主耶稣不是说 主人叫 他的仆人叫 不是 等候他的官员们来 庆祝他儿子的婚约 当时没有来 那主人就叫 仆人去街道上 叫那些乞丐啊 这些来 他们来了 最后来了 当时其中一个呢 就没有穿上好的礼物 没有穿上礼服 没有穿上 应该穿的衣服 没有穿的好 没有穿衣服 那就被替出去了 那衣服给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天走争议路 我们每天准备的就是我们的细麻衣 摆设的细麻衣 所以之前一直看到细麻衣摆设的 现在又亮光亮起来 哦 亮光了 所以呢 感谢赵梅祖 好 那大家看第一那边 第一那边是 看到上面有图片的 当时我也不记得了 因为最重要是看到这个红线 突然间出现 这个红线已经走过超过三分之二了 超过三分之二 我相信这个红线这一条线是代表正月的 正月已经走过 全部是多少天呢 如果加起来是36天 如果到2月5号 这是25 25就是2月5号的话 是36天 36天我们现在走到26号了 26号现在就要完了 所以刚才是走到26号 这是早上了 所以说走完25天 那就是差不多是三分之二了 三分之二 还有剩下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差不多还剩下10天 这样10天11天就回家 应该是回家 因为刚才不是大家看那个图片 有没有有一个红线这样过去 后面就这样把它割短了 好 配合今天看到那个红线的意象 我相信是配合的 因为常常每一天看到的 通常它是连接起来的 那今天中午的时候 就看到主耶稣的手 两边 所以说说有圣灵的手 它就有一个包装 一个包装是银色 之前有看到银色的包装 然后一直看到银色的包装 那这一次看到主耶稣的手在那边了 要开始撕开了 这银色就是代表救恩 那当它打开的时候 就是被提了 主耶稣准备好 要打开了 那接下来呢 第二那边是 半夜过后 半夜过后我就看到 25 25 就之前看到金色25 但是今天 凌晨的 包括了半夜之后 看到是黑色的笔鞋的 写25 2可以说是2月5 那就是5号 那如果2乘5的话 也是10 我相信 如果上起来的话 今天过后就剩下10天了 剩下10天 那很容易 我对不起 忘记把它写下来 就是2月5号 其实很清楚可以看到2月5号 那之前看到25金色 也可以 我相信也是说是2月5号 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什么都要神奇事 我们才知道 不能够 我也不敢用自己浪想 还是什么 要等候神 还要等候我们的主耶稣 第四那边是爬起来的时候 早上爬起来的时候 就看到什么眼睛张大大 就看到差不多七八个这样 七八个什么呢 看到脚印的 黑色的 黑色 你的脚印 如果是影子的话 是黑色的出来 对不对 一个脚印 一个脚印这样 差不多有几 several 差不多七八个这样 就在我前面 好像在走路这样 有一个人在走路 他的脚印 给我看到这样 OK 走向我的方向 走向我的方向 那就是表示 主耶稣就要来了 好 第五那边是七点十二分 那七呢 就是神圣的完了 七也是回家了 回家 回来了 OK 那十二呢 十二就是一个圆签 一个时钟 是十二个 所以如果画起来的话 一点的档位是二十六的话 到十二点的档位 就是六号了 就是六号 一个时钟了 一个时钟六号 当然十二点的档位 六号再过来 也是六号 六号星期四的里面 对不对 要到七号 七号再一点的档位 哦 这间也是七 就是上去 所以这个时钟没错了 如果七号就是星期五了 那我们那时候已经到道价了 好 接下来就是看到主耶 可以讲主耶稣的手 OK 就指桌什么呢 指桌六 六什么呢 那时候我还没有去想清楚 OK 当时刚才我只要 到我的头脑是 二月六号 二月六号 当时我已经照了照片 所以我就不再 不再更改了 不用再照第二个了 照照片 我的电话不是很好 就是照起来 很难照到好的照片 好 那六 六是什么 六是在 我的哪里 我的左手 就是左手 然后六就是好像一个 半圆圈 半圆形 OK 那六也是二月六号 OK 二月六号 反正有两个手指 一个大拇指 一个小小指 也可以代表二号 如果我们通常这样的话 就是说六 对不对 我们东方人讲六了 就是六号 二月六号 刚才有二月五号 现在二月六号 好 接下来第七那边是一个 蛮大的画面 就是好像一个报章这样 上面是写华语的字 而且是有颜色的 然后下面的人也是有颜色的 穿的衣卷什么都有颜色 但是这个呢 不是好像卡图一样 是画的画面 OK 不画的画面 然后呢 里面好像有十个 十个人 这样 不是真的 是画的 差不多 就好像差不多 像我画的这样 差不多十个这样 所以我相信 神是跟我们讲 说我们还是要十天 十天到十一 十天吧 十到十一 好 接下来 是看到主的手 在桌子的旁边 桌子的旁边 一只手 一只手就是五个手指 对不对 五个手指 也可以说代表五号 五号 刚才有讲到六 也可以说六 六天过后 再加五天 六天 再加五天 就是十一天 也可以说十二月六号 二月五号 好 第十那边 是看到主的手 他是一个大 怎样讲 把这个手指 是上去 就是回家上 然后后面 最后一个也出来 就是最后了 然后一个大拇指 两个手指进去 什么意思 OK 那我这边 还有一个就是 他这样子出来的时候 他的手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他的手一直在动 好像我的孙子那天 手一直在动 OK 他在动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讲 是现场的咯 那现场的 有可能代表十一吗 也可以代表十一 对不对 OK 也可以代表十一 OK 十一 然后进来两个手指 也是代表家 OK 也可以说 十一天就到家 那时候是早上的时候 看到东方还是二十六号 好 那东方二十六号 加十一的话 就三十七点 三十一 就是六号 所以也是讲十一天 那接下来 十一点三十七分 早上的时候 先生给我看到 最后的手指 三个 OK 三个就是了 OK 三个就是了 然后呢 他的手指 就形成一个零 但是中间 那个手指 给我看到 好像一这样 没有重不上去 到一 所以就代表十 然后这个手指 就形成一个零 OK 所以他的意思 给我聪明之力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OK 只剩 我这样讲 十天 十天 只剩下十天了 就零了 十天就零了 OK 十天就零了 好 那零就是回家 那大家看十四那边 十四 十四 对了 十四 为什么两个十四呢 对不起 两个十四 对不起 那大家看中间那边 中间那边是这样 看到主的手 手 手是right hand side right hand side就是右边 五个手指都出来 然后带有金戒指 带有金戒指一例 如果没错 就是在第一个手指那边 right hand side的手 然后后面又有一个手指 又一个手指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意思可以说是六 五 前面是五 后面再加一个就是六 就好像我有看到一个印象 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昨天看到的 就是神一直跟我讲 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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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就是我们那个希望 那边有放杯子的架子 放六个杯子 那时候我看到的印象是 一边是两个杯子 另外一边两个杯子 在下面呢 前面是金色的杯子 然后后面又有一个 给我看到一点点 那当然是代表五跟六 然后五号跟六号 那边那个位置是 之前有看到一个小小的盒子 那小小的盒子很宝贵 好像放财物的 放很珍贵的东西 一个盒子 差不多有两年前看到 最初的时候看到的 看到有好几次看到 那大家知道 在22号那一天 就看到这个锁石了 如果这个锁石是 想起来是刚刚好配合那个盒子 把大盒子打开 就是神这个秘密 昨天给我们知道的是 要到2月5号6号了 那也听到猫的声音 OK 所以猫说不要试问 现在要开了 秘密给你们知道了 OK 好 接下来 在下午的4点56分的时候 就看到 真的很清楚 两个狼色的红线 很大的在我前面 OK 不是红线 是汪有一点曲线的 曲线了两个 OK 两条在那边 那这一条可以代表5天 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 就好像代表时钟的5 前后 然后中间那边 OK 就5 1 2 3 4 OK 其实可以讲5天 5叫5就有10天 好 那在24号那一天 不是有看到主的大拇指 OK 然后下面 他的手把那边 就有两条线 叫汪曲的 汪曲的 就是配合 今天看的狼色 汪汪的 但是那一天看到的是黑色的 今天看到的是狼色的 非常清楚的狼色 然后那24号那一天 有两个弯上去的 他那边 在中间 大概中间那边 有一条线 这只上去 这只上去 就是背体了 就是背体了 背体了 好 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大家继续努力 要带着三件礼物 就信心爱心与盼望 要记得 为世界祷告 为旁边的 为亲戚朋友 我们为家人祷告 不要抱怨 我们就大大 大人大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得到的福分 是超越一切的 那不要围绕小小的事情 跟人家过不去 那是不值得 人家过不去 等下就留下来 所以不值得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一定要回家 阿们 感谢赞美主